新收的蜂群如何过香 怎么做才不会逃跑 当我在野外收来的蜂群 准备活框饲养 有两种方法 可防蜂群飞逃 时间有点长 今天在蜂场实践教学认真看 多看几遍加实操就会了 方法一 借皮过香 准备一个蜂箱 一个隔板 一张腹部 从别的蜂群抽出一张紫皮 带有些蜜粉 蜂盖子或大幼虫 抖落蜜蜂 被掉皮的蜂群再补入一张新潮处 让蜂群改造 检查抽出的蜂皮情况有没有烂子 潮虫等疾病 如果蜂群有两皮多蜂 那么我们可以加一张潮处框 整理好潮框距离 放上腹部 打开收蜂笼 准备过香 轻轻用手捞几把放在潮皮上 动作要稳密封就不会遮人 蜂群会往潮处黑暗的地方躲 有少数飞起的不用担心 盖上腹部 再捞几把放香底 蜂群往潮皮的方向爬去 有人问 为什么要捞几把放潮处上呢 直接抖入香底不行吗 直接抖入香底 蜂群会四散开来 都附在香壁 对赶风护皮增加不少工作和时间 所以抓几把放潮框上是起到引导作用 把剩下的蜂抖入香底 蜂群会往潮皮的方向爬去 盖上香盖让蜂群稳定两分钟 收蜂笼还有蜂没到干净的 我们直接抖在潮门口就可以了 蜂群过香蜂群飞桃的几率很小 蜂群有爱子的天性 能起到稳定性的作用 让蜂群安居下来 方法二 没有紫皮可调 用一张空巢柱 按同样的操作方式 不同的是 当天傍晚补味糖水 提高蜂群稳定性 促使攻风蜜蜜造皮 没有紫皮过香的一定要加防桃片 待蜂群稳定下来 检查蜂群内有卵幼虫再拆除 然后再开箱检查蜂群 看看有没有蜂挂在箱壁上 若有 要赶蜂过去护皮 避免紫皮受冻 要注意的是 过香后隔天我们最好开箱检查一下蜂群 看看蜂群有没有在潮皮内 我有一次蜂群过香后 从箱外观察蜂群一切正常 已经安居下来也就没有开箱查看 一星期后打开蜂箱 发现蜂群没有逃跑 且在隔板外 香盖上结团 并且已经造皮产子 导致我们借皮来过香的紫皮 因没有供蜂护皮 紫皮受冻出现了烂子 并暂发出腐臭味 而这群蜂又得重新过香 借耽误这么多天 还浪费了一张紫皮 所以过香后的蜂群 和天开箱检查以下为好 如何给蜂群过香后不会逃跑 你了解吗 这期视频分享到这 关注我看更多养蜂视频 谢谢观看